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KX看股 今天是9月30号啊 啊今天星期五啦 所以今天星期五晚上 月尾的星期五啊 哎哟 market有可能啊 有可能会很大的变动啊 所以星期五啊 星期五尤其是月尾的星期五 你要小心一点啊 也许你不要收太多啊 不要不要收太多股啦 有时他有很大的变动啊 不是讲market一定会跌 有可能他会上有可能会跌啦 现在年尾甚至月尾 啊 那market跌到很烂 也许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美国啊 今天晚上啊 现在跌跌跌跌跌跌跌到很烂 啊有可能 美国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大反弹啊 所以我讲啊 那market market很恐惧的时候啦 market很恐惧的时候啊 很恐惧啊 啊 很多机会啊 就是在这个啊 恐惧 这边 来的啊 啊 当当当如果当当market啊 当这个market啊 这个市场呢啊 没有恐惧了的时候你才进场呢 你是最后一个啊 所以现在我不想现在你要进啊 那天我有讲巴菲特讲的啊 别人 别人恐惧我贪心 别人贪心我恐惧 现在market是很恐惧的时候啊 很恐惧的时候 也许 机会很快就会来啊 所以 我不要太过悲观哦 还有早上我有讲咯 早上我做个视频你要看啊 早上我做做个视频啊 这个咯 啊 啊 重要信息啦 我要分享一下有些朋友啊 讲我啊 啊 啊 market 这样 这样坏哦 还在那边 还 做视频的时候还在那边 笑咯 so 好像有些人感到啊 什么啦 啊 感到啊 不不不不爽啦啊 因为啊 输了钱 ks还在那边笑 so 早上有讲啦 有回复一些这些讯息啊 讲 我的心态啦 还有 讲一讲现在玩股啊 玩股的心态 和现在 啊 还有 啊 吃点什么有新的东西啦 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啦 早盘就没有没有没有 真正的看股啦 只是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下心事 这样子罢了啦 你要 进去看看啊 这个啦 OK 看看 首先点击点下分享留言啦 我们知道美国昨晚大跌啦 OK希望 希望 经个月尾 现在月尾月尾可以有大的 大的反弹啦 OK 记得看早上的视频啊 OK 早上的视频啊 看下我讲 分享下 个人的 这个 看法啦 OK 点击点下分享留言 今天呢 还有记得要开户口 世界S&P 其中一个马来西亚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股 新加坡 香港 啊 啊 美国也可以啊 你要买Tesla股 你要买Apple 你要买NVIDIA 你要买 Grab 都可以啦 OK so 记得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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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费 又低啦 所以你要买美股才0.25 新加坡0.25 香港0.25 罢了 你可以买美股 美股 通常你要收久一点啦 OK 啊 看看美股 就证明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首先看看国际 今天马股1394啊 回不去 1400上面 掉了啊 继续跌 2.8点不多啦 跌不多啦 0.205% 新加坡跌了啊 上了0.487 香港上了0.332 韩国掉了0.711 日本掉了1.835 泰国掉了1.8 0 sorry 0.18 菲律宾掉了3.255 蛮多啊 啊 中国FTXE掉了0.372 SXE中国掉了0.553 SXE掉了1.290啊 中国 中国也是跌啊 今天啊 澳洲也是跌1.233 印 印尼 上了0.065 纽西兰 上了 掉了1.199 蛮多 台湾也跌0.8 啊 蛮弱了啊 澳洲还是蛮弱今天啊 昨天给美国炸一炸 美国跌一跌啊 啊 啊今天你看啊 欧洲有期啊啊 啊 英国欧洲起0.58 德国 起0.79 0.79 你看欧洲有期啊 也许今天真的是有机会反弹啊 所以讲 在这个恐惧的时候 你要你要开眼睛去看啊 不是要逃了啊 早要逃你早要逃了 现在你要开眼睛去看 看那个market啊 OK 美国道众跌 啊 1.53 NYSE跌1.626 大跌了昨天啊 S&P跌 2.11 2.113 113 Next跌2.812 明天我们去看大局 看大局看清楚先啊 明天我们看大局看清楚那个局怎么样先 我们在在在 我们十月再看要 怎样去捞那个年年美的红包 啊 中油 3275啦 又继续跌 brand有89.652 上了一点 啊原油cruid oil 上了一样上了一点啊 81.56 啊 金 金也上了一点1667 银也上了一点19.1 OK 我们看看马股 看看KLCI啊 KLCI继续跌啦 KLCI继续跌 啊 1399跌 这个右性下跌辣植 下跌珍珠啊 很惨了很惨了 啊 今天你们看到 啊有新东西有新功夫了啦 啊在这边啊新功夫了啦 这个这个 新功夫 你有了这个 这个是我叫的自动止损跟 自动 套利跟自动 自动盈利自动止损的这个 这个新的信号啦 所以当你有了功夫 OK你有了那个 啊 基础 OK你加这个信号呢 你的功夫是 很厉害的啦 是有 会对你在market投资啊 对你的这个成功的 成功的成功率啊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啦 这个就是最新功夫 我们加了很多东西 我们加了这个 OK 这个啊 啊 庄家 OK 庄家动力 OK我们用 加了这个 现在我们的功率越来越高了啊 这个有什么准你看啊 啊 你看那天我讲这个 这个 是 Diamond 钻石 跌破大逃难 OK so 怎么样怎么样 confirm 这个真的 这个钻石真的是 真的 大跌大逃难 怎么样 confirm 再加 怎么样 怎么样讲 有更好的 加多一个信息啦 来给自己更高的 有更高的这个 说服力 有更高的说服力 你看 红色出来了 叫你逃 OK 你看很准 准嘛准 market上升的时候 market上升的时候 market在反弹 OK 他 出败了 叫你买 OK OK 然后摊摊摊摊 算算算算 他还没有叫你卖啊 算算算算算 哦 market不能了啦 真足跌下来了 ok 他这边 叫你卖 ok 这边 你是老道了 他没有叫你卖啊 他这边叫你卖 这个就是 这个新的功夫了 这个呢 ok 在这边of course我会 我会 我会我会用到 然后呢 我会解释一点啊 真正的要怎样用 这个新功夫 ok什么时候适合用 要怎样用 怎样放在你的图里面 然后怎样加这个 这个新的讯号这个呢 这个 我的这个 课程啊 ok已经写好了 ok多多一两天了 我会 会 announce 我会宣布啦 ok我会宣布出来 这个在课程我会教你 怎么样去用 of course 你不可以只是靠 虽然我们加了这两个 庄家动力 跟这个 这个讯号 这个 自动盈利 跟自动 止损讯号啦 你也是要功夫的 不只 不能只是靠这两个 你以为就能走天下 不能 能走天下的 你一定要学 support 啊 啊 这些 啊 啊 模式 ok 蜡烛 ok 你会看趋势 通道 啊 投并肩 你一定要的 这些你走不掉了 啊 投并肩 反弹模式 ok 投并肩 双底 啊 还有啊 这些啦 你全部都要会 是几时 啊 几时 这几样东西加起来 ok 加这个讯号 ok 几时可以是最好的进入方法 哦 几时 几时 几时可以啊 几时是 套力 ok 几时可以用 几时不可以用这个呢 哦 我在 那个教学那边啊 会 会慢慢的跟你解释啊 这边只是 带过一点啊 比如说我有用这个 哦 我现在给你看了啦 全部啊 这个最新的这个 我也给你看了啊 你不信这个 你不信这个能用 你看啊 选择一个给你看啊 金云 ok 金云从他 起飞的时候 啊 起飞的时候 他出了这个青色 对吗 啊 起飞 到现在他还没有出红色啊 你看啊 market 他还没有dead的啊 他还没有叫你卖啊 啊 啊 今天还能收的啊 你不要以为今天完蛋了啦 啊 所以他还没有出来叫你卖啊 啊 等他出来叫你卖你才卖 所以这边他都没有叫你卖啊 因为他的动力还有啊 ok 这个 这个啊 所以啊 这个啊 集团还在收了啊 所以他还没有叫你卖你还可以收啊 几时 几时你要卖 他叫你卖的时候你就卖了啊 所以你不用怕哎呀 几时我要套利啊 要套利没有 要套利没有 要套利没有啊 到底现在有没有 有 有 有没有到顶了 几时要套利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用紧 他跟你讲 他跟你讲 最重要你会 你会进去追这个狗罢了 几时追他也可以 他也会跟你讲 不可以只是靠这边跟这边 一定要靠功夫 一定要靠功夫 要模式带领 模式先 才看讯号啊 模式才看讯号 不是看只是单靠讯号 单靠讯号是 不能成功的啊 不能成功的 功夫一定要有的 功夫一定要有啊 啊 我给你看到一个啦 B&B Dex B&B Dex B&B Dex 那天你看这个 那天大窗 大穷一轮啊 大穷一轮 你看他这边开始 红了 OK 他几时叫你出 你不用出 你看啊 你这边上了很多 哎呀 我要不要卖勒 赚这样多了 我要不要卖勒 他没有叫你出 逃嘛 你继续搜 哦 要不要卖 要不要卖 啊 开始跌了啦 他叫你这边 啊 开始叫你卖了 开始叫你卖了 啊 so 啊 本来你在这边卖 你赚10% 20% 本来你在这边卖 你赚30% 30% OK啦 还好过没有啦 好过没有 现在他没有叫你卖 你继续搜 so so 收到这边 对吗 63% 啊 啊 这个就是 啊 这个就是这个新的 这个啊 功夫啦 我要跟你分享的功夫啦 你不信你看多一个了 不是每 不是 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要有时间才要 要有时间的啊 啊 不是啊 只是看讯号 你要看模式啊 啊 好像很圆 上次我们嘴很圆 啊 很圆 这边开始来 啊 这边开始 啊 这边开始 啊 如果你追进去 碰碰碰碰到上面 他没有叫你卖啊 ok 他没有叫你卖啊 啊 他没有叫你卖啊 啊 几次要卖呢 几次要卖 几次要卖 ok 这边出来了 ok ok so 如果你有追 几次要卖 七七十八千左右啦 七十八千左右 啊 ok 这个就是这个新的功夫啦 啊 你要 你要 明白了解 怎样玩 怎样加 怎样用 啊 什么时候可以用 什么时候不可以用 啊 那个 我会在那个教学那边 啊 一起 教学 我是教你基础 教了基础 然后我会教你 bonus 给你多一个 这个 啊 这个就是这个啊 自动 自动啊 啊 啊 盈利和 自动 自动啊 止损 啊 比如啊 你看这边 啊 哇 大红了 大青了 就冲上去 ok 突破 啊 突破 ok so这个有没有机会 啊 要不要追 你追进去了 不用紧 到底这个 能成功不成功 啊 你看 ok 追进去 两三天 他出了 sell ok 他出了sell 啊 证明你这个 这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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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 啊 这个 你追这次啦 你追这个模式啊 你追这次的这个模式 你追这个鼓 这个鼓不强 哦 他一下就出来 叫你逃了 ok 然后 你第一个 你知道你要逃 你要看到这个sell 你要逃也可以 或者你等你的止损 of course 你要分止损 好 这个 这个已经是 第一个讯号叫你讲 这个鼓不可以了 然后他再跌破你的止损 你就逃了 说很简单 对吗 很简单 很简单 哦 说更简单 更容易把 你不要忘记 哦 功夫一定要有 哦 不可以只是靠 讯号 啊 不可以只是靠讯号 你有功夫 加这个讯号 你都更上一层 哦 你没有功夫 你只是靠讯号 哦 这个就好像李小龙教功夫 啊 教你功夫 你要去打雷台 李小龙教你功夫 我教了你 OK 你天天在家 哦 睡觉 只是 去打雷台的时候 你才跑出来 你没有 天天没有练功 你没有练那个基础 你没有练好 你的身体的肌肉 啊 啊 你没有练好 那个身体肌肉 你没有啊 啊 练好你的那个头脑哦 所以你就出去打 哦 也是打不赢的 你要靠short cut啊 靠简单方法 是不可以 哦 不是不可以 OK 你要有基础基础跟你讲 这个时候加了这些哦 这个指标哦 和这个新的这个讯号哦 你的成功率会更高 啊 没有讲100%哦 你要练 你一学了这个哇 立刻就变富翁啊 没有这样容易 你还是要练功的啊 还是要练功的啊 你还要 学 学一段时间哦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什么时候不可以用 OK 什么时候要逃 什么时候不要逃 你要看 你要学一阵子才才才才能成功的 不是这样容易 啊 看早上的视频了啊 早上视频我有讲很多了 这个了啊 中药信息 我有讲很多 这个故事啊 你看早上视频 你就明白了啊 你又很明白 我在讲什么 OK 看 啊 今天 上啊 清晴44 上升股358 下跌股462 2.077个billion 2.87 啊 掉了2.87 1394 收价1394 所以今天马股 冲上去跌下来 啊 再冲上去 所以有撑啊 计算有撑啊 散户 应该是没有什么去赶去玩了 然后你下午又跌回下来了啊 这也是很多人逃了啊 也是怕了啊 因为怕什么 我跟你讲 第一 今天是星期五啊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 然后又是月尾啊 又是月尾啊 又是月尾啊 很危险啊 这两个加起来是很危险啊 很多人不敢 不敢啊 收很多股了啊 小费 掉了0.46 工业 掉了 0.06 啊 建筑上了 1.56 科技 上了 0.78 金融 上了 0.25 房产 房产掉了 0.53 啊 种植 掉了 0.47 RIT 上了 0.55 人员上 掉了 0.2 医疗上了 1.04 电讯上了0.0 掉了 0.69 啊 transportation 这个 运输掉了0.19 utility工业 掉了0.26 今天就是建筑有反弹啊 建筑因为IGM 跟Kambuda有反弹啊 科技有反弹一点啊 今天啊 所以讲 有可能今天星期五啊 我们明天 我们去看大集 要说为什么我们看大集 我们看今晚上 美国有没有大反弹 昨天他做不成 可能今天会出来 好 因为我讲的啊 今天是月尾 星期五月尾 也许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在最近的 我们是在最恐惧的时候 最恐惧的时候 最恐惧的时候 很多机会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不要忘记了 OK 看下有没有什么表情 John Sniper 早上 有讲这个 大家 我们聊聊 其实早上我放我们聊聊 然后下午我改了 重要信息 比较 比较 我放重要信息 大家比较会看 我们聊聊 可能很多人会没有看 OK 他讲 他同意 couldn't agree more 同意 John Sniper 全部是靠 要准时 timing 就是要对 准时 什么 对准时间去操作 not jumping without proper planning 没有计划 然后还有要patient patient就是要有耐心 juspern 他同意 还有靠一点 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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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market 行情好 你跳进去 你不是好运气 你在market最烂 你跳进去 你就不是好运气了 美国大跌了 so John Sniper 讲 很烂 mess up unemployment rate Tim Lim 看来又要起0.75 so market 是很恐惧 几样东西 美国 美国控制不到通波膨胀 欧洲控制不到通波膨胀 英国控制不到通波膨胀 欧洲给俄罗斯 俄罗斯管他的gas so 他的那个油gas的价钱很高 so他去冬季的时候 那些人 要用 要要要 你知道他冬季很冷的 要开gas 要弄热那个家里 尤其是老人家小孩子 so 现在他们讲 有些国家要怎样 就是 三五群一起 今天你来我的家 明天大家来我的家 我的家 我开这个gas 然后弄热那个家 你今天在我的家 我开gas 明天去你的家 这样子 so so 现在好像要什么 要蹬帮人家的家 这样子 现在搞到 可能要这样子做 因为太贵了 因为那个俄罗斯 鎖gas 俄罗斯打仗 开始打输了 他不干明 他去鎖gas 好 好 好 所以 是这样啦 所以中国有covid 好 中国开始要回来了 中国开始covid 开始封锁 应该是开始 開了 没有没有开始 要要没有封锁了 香港也是 所以他开始应该有机会好转 ok 给我们看新闻CJ CJ他买进了这个 CJ century 以议令及收购 CJ韩国以加强 全国影响力 MIDF研究 他加强 他的那个因素的那个什么 因素的那个 logistic hub 物流枢纽 so MIDF有给他9.8啊 看看CJ 9.8 很高哦 是不是啊 现在很多银行给到高高全部去不了啊 不是啊 很多银行给很多目标高高去不了啊 现在market run到 好 ok 暂时没有东西玩了啊 第一你看到这个投兵间了啊 你已经怕了了啊 看了模式先啊 才看就谁啊 才看 这个 讯号跟指标啦 不要不要一走进去就看讯号指标先啊 是不对的啊 看了模式先 ok好像有一个投兵间啊 你要小心啊 ok 这个暂时是不能啦 然后你看啦 然后讯号也是跟你讲啦 也是跟你讲 麦啦 不能啊 如果你进去了 你要逃了啦 他跟你讲不能 ok 看下一个 ok kf kf kf觉得sign tech还不错啦 给4块1毛5 5啦 so sign tech 他的收入是有账啊 只是他的净利没有账啦 所以他弹不上去啊 他觉得他还有机会啦 4.15他给了 buy call 本来是给hold call 现在给buy call so sign tech还没完蛋了 ok 银行讲啦 不是我讲啊 银行讲啦 ok sign tech还没完蛋 所以还有机会啦 不是讲的一定会来 4.15在这边啊 所以他的 那天他的报告不美啦 他报告美他已经冲上去了 报告不美 所以讲那天我讲要看报告 然后你看啊 那天啊 你有这个讯号 你看那天 刚刚好他跌破我的这个趋势线 跌破我的就3.58 对吗 我的3.58 止损 他就来了 他跟你讲不能了 对吗 红色出来了 叫你卖了 啊 啊 这个讯号是不错啦 这个是精工夫啦 这个加了你这个 加了你的基础 ok 你打好了基础 ok 你再加这个 smart money ok 这个 装甲动力 再有这个 自动 自动盈利 跟自动 啊 啊 止损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讯号啊 啊 啊 你真是你的你的机会真是很高很多了啊 Azio Azio 这个讲啊 啊 这个 妹妹讲啦 虽然他的生计是好啦 but他没有这样快可以 可以转亏为盈啊 他觉得他 他 2014年啊 啊 2014年啊 啊 14年啊 才能啊 才能才能赚钱啊 他讲他2013还会亏更多了 250M去到700M啊 but他还是给BuyCore啊 84C啊 我们看看啊 Capital A啊 还是给BuyCore 84C啊 我很高啊 84C啊 所以 我们等他突破0.68C啊 突破了才讲 ok 突破了 我们就 突破了 ok 我们再再再再看啊 现在 没有这样快了啊 他讲2014还有很久了啊 ok Gamuda 所以Gamuda 他又他在外国要做很多project啊 5个新的project啊 然后Gamuda Lens啊 那个是啊 然后Gamuda 他的这个盈利上了啦 啊 4.58M去到715M整年了啊 ok 啊 然后他的收入也涨了 啊3.27去到4.92了啊 所以他生意很不错啊 我们看看Gamuda 上次记得我们追这边嘛 啊 我们追这边 第一波 现在是第二波 记得我们追第二波 现在追第一波 你看追第一波 啊 我们开始追的时候 他叫我们这边买 对嘛 啊 在这边买 这边买啊 这边买啊 这边买 对嘛 ok 几时叫我们卖 到顶了 对嘛 顶 看到吗 到了顶 下来的时候他叫我们卖啊 对嘛啊 他叫他叫我们卖啊 所以这个你从这边进到来 17%啊 17%啊 17%左右 看看啊 那个讯号到哪 在哪里 对啦 17%啊 现在我们追第二轮 啊 如果你讲你不 你不一定要跟讯号 你看到双顶 你可以在这个顶这边卖 你还可以赚到几% 啊 你功夫 跑前面 讯号跑后面 啊 讯号是给你confirm罢了 confirm 啊 confirm你要做 啊 你还在犹豫 讯号给你一个 确认 啊 确认 啊 要确认一下你这个 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 对不对啊 他跟你确认一下 啊 ok 所以这个看到双顶了啦 双顶了 ok 这个就是卖啦 ok sale signal出来了 双顶 有卖 这边 这边他有叫你卖一次 在这边 卖一次 ok 卖一次 他有出销 然后他又转去清 叫你买 有叫你买 因为他还没有到目标 你还可以追 因为 还可以到目标 你还可以追 如果他到这个主力了 我们目标主力了 你要小心 也许你就不要追了 that's why 不是只是看讯号 你要有功夫 哎 这个到这边了 然后他现在 叫你卖 你卖了不用紧 他又叫你追上去 因为他觉得 那个动力他又要来了 他又抓到他的动力 ok你再进去 你就可以抓买了几%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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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练功 ok 这个 pestasis 十年的 十年的 十年的这个 啊 赫月 十年的赫月 SIM River ok 啊 2026才开始啊 所以没有这样快了 看一看啊 也许啊 有什么东西 嗯 嗯 logistic M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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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出来 青红色叫你 叫你不能啊 跟你讲不能啊 ok 跟你讲这个是不能啊 很简单 罢了啦 啊 就是 他咧 他咧 他有这个 bending machine 啊 他 他给这个 agerson 签署 谅解 备忘录以1.2亿令吉出售自动售货机和零售冰箱 哦 这零售冰箱 他他他他有电脑的 他里面啊 有internet的 啊 哦 他应该是可以算到你的冰箱有什么东西啊 哦 要点 要补啊 哦 什么卖完了 他应该是有这样的功能啊 所以不错啦 这个啊 他给这个cobina 卖给这个cobina的合约啊 这个合约啊 啊 看看adges啊 120个million 啊 adges 但是还不能 adges不能 他突破了 你看啊 他不能了 这个啊 我们新的讯号跟我们讲他不能 然后rsi被50拒绝了 啊 然后他跟我们讲不能 对吗 啊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啊 像这个啊 通道如果我们讲这个通道 我们要试追他 通道反弹追上去 啊 我们这边追 反弹追 他跌回下来 现在他跟我们讲不能了 啊 所以你 你可以在这边 啊 讯号出来 你可以在这边止损 ok 或者 你如果在这边 你还有一个 自己 你自己放的止损 of course 自己 自己啊 那个功夫放的止损 也是你也要看啊 不知道只是靠讯号 哦 你觉得你这个止损 还能的话 啊 我觉得这个也许还能 啊 啊 因为啊 因为 因为现在有项目啊 这个出了 不用紧 你要很小心 ok 他在跌破你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一个讯号 ok 现在他在跌破你的这个止损 他在confirm 确认了 你这个不能了 你就要逃啊 你就要逃 所以你不会亏多多 所以你不会亏到50% 你才逃啊 他会跟你讲不能了 ok 所以你要很小心啊 所以有了这个 你啊 不只是可以帮你自动盈利 在最高峰啊 最高峰 你看adgers 冲上来这边进 啊 他没有叫你逃啊 他在这边 整当整当没有叫你逃啊 但他要跌了啊 你看 当他要 完蛋了啊 看啊 完蛋了啦 这边在这边 完蛋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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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他没有叫你逃啊 ok 他完蛋了 这边啊 跌了 跌回下来了 双顶做了啦 你可以再双顶逃 如果你功夫高 如果你还不确认 他跟你讲完蛋了 ok 你逃 ok so ages 啊 不多啊 100 117% 啊 ok 啊 就是就是这个新的功能了 啊 10点我会啊 在教课那边跟你分享啦 怎样用 怎样装 怎样用全部啦 ok 啊 啊 通货本账又起了啦 现在起到4.4.7 本来4.4上个月 8月起到4.7 啊 7月起到4.4 现在起到4.7 看9月怎样啊 啊 你也能看 动力股 啊 突然间 那是我讲的 你看他突然间 科技股反弹 啊 科技股为什么会反弹 也许啊 这个 我就是想跟你跟你讲星期五 有个呢 也可能是一个机会 啊 机会还是 陷阱 我们明天看大嘴 不要像快就跳进去 因为他现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阻力 啊 我们看他能不能撑在这个阻力上面 啊 能不能撑在这个阻力上面 啊 撑在3.415 啊 他撑在这边上面我们再看 或者他突破3.8 啊 这边老一点 在这边老一点 我们看美国有没有好转今天 是不是 星期五 是不是转万日 啊 如果是转万日我们就进 啊 如果不是我们不要进 啊 是不是反弹的日子 Hex Hex Transportation 运输 这个我没有看过啦 第一次看啊 这个Hex 不是每一个股我都看得到啦 这样多股啊 所以Hex 他冲了很久啦 冲了很久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这个什么 啊 没有这个啊 这个画一画那个线 他也太近这个通道顶了啦 我不敢玩啦 如果你要追 你觉得很难分 他又超卖了 超卖了 你也许你要追 你可以试啊 OK 你可以试 啊 现在我们有这个新的讯号 这个讯号 其实你看这边 他是教你买的 这边在这边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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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他讯号来了在这边 就是通道底翻弹啦 你买进了 你继续搜 他这个 你不会看 他没有 他没有出红色叫你卖 你继续搜 啊 现在你追进去 也是迟了的啊 要再 要找找进 你不可以只是靠这个讯号 因为 当你买进 多两天 他就这样子跌下来 这个讯号就叫你卖了 啊 因为你已经迟了 这边你没有追进去嘛 so 对嘛 不是在这边开始啊 对嘛 不是在这边开始啊 你要去 你要去清楚 不是现在叫你追啊 他在这边开始啊 这个我觉得 迟了啦 如果你追进了 啊 也许还有 还能飞了 至少他能飞到这个通道顶 5块4啊 你可以看到5块4 5块4 5块4 通道顶也许还能去 因为他开始炒 刚刚开始炒起来 也许还能去 你知道我不追的 我在追 我在这边追 我不在这边追的啊 你知道啦 是比较安全一点啊 BENTA跟UNISAM啊 突然间啊 你看科技股突然间来啊 可能这个什么啊 这些集团收到疯了啦 美国要反弹 that's why会来 就是我讲 你要看 你不玩你要看 现在他在通道底反弹 有机会 通道底反弹有机会 BENTA 通道底反弹有机会 but 等一等 为什么 啊 买进讯号还没有来 我们等买进讯号来了 我们才进啊 4.255啊 现在啊 或者突破4.255啊 记得 不要只是靠讯号 你要会有功夫啊 ok 后台要突破这个 ok 4.18 ok 讯号来了 他突破4.18 两个东西跟你讲 你的功夫跟你讲 可以 他在通道底反弹 讯号来了跟你讲可以 ok 啊 红色动力加到 7到25%了 有机会 ok可以讲 没有机会都不用怕 他跌回下来 他不能 他会跟你讲 他不能啊 你可以 可以 展 ok 可以 止损 啊 这个就是这个的啊 这个的好处啊 现在最近这个的好处 啊 UNISAM 啊 UNISAM 啊 投并肩 他把他越跌越低 他没有做成投并肩 要等他做成先啊 啊 这个等 再等啊 再等一下啊 他现在越跌越低 不是买进的机会 啊 不是买进的机会啊 ok 要等他做一点啊 反弹 至少要突破这边啊 记得不是只是靠讯号啊 要有功夫啊 记得啊 不要只是靠讯号啊 ok 2.9 看多一下子 看多一下子 MSC 讲了 IJM OK IJM他好像要反弹 他有一个这个区很重要 1.68 你要小心 他突破1.68 他有红色量来 ok RSI突破50 我们再进去看 再进去看 再进去看 看上能不能 这个暂时 暂时要等多一下子 我觉得不要这样快 乱乱进去 这样快 你看啊 他还是做根底的底 他还是做一个下跌 他正在做一个下跌通道 你要小心看 不想 什么都要追进去 他还 其实他正在做一个下跌通道了 正在做一个下跌通道 所以要看多一下子 看多一下子 不要太过 紧张 他是上升的下跌 他是上升的通道 我们就嘴啊 他下跌通道 他这个大通道啊 他差不多要靠近这个底了 也许有机会了 他红色动力没有来了 还是 轻色动力还是有50% 还是不 暂时还是不能 等他轻色动力去到高一点先 我们才再看 ok ok 今天讲这样多先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看大局 我们再谈 拜拜